熟悉的美股终身响起 宣告当天的股市收盘 台湾券商龙头不只是全台第一间 或要参加纳斯达克收盘敲钟仪式 现在更将成为全台首家提供客户纳斯达克 美股及时报酱的证券商 疫情影响民众在居家的时间变长 去年台湾证券商负委托开户数增幅近三成 交力量成长逾五成 其中美国市场股票ETF债券等 比重更高达七成之多 因此能提供及时资讯 就成了投资人选择券商的主要原因 就APP那种即时 然后对于未来趋势的判断这样 说要简便要快速 一期在手就能掌握即时资讯 跟在台湾韩国香港陆续上线 美股即时资讯 当小股民只要完成开户 就能在APP上面取得 纳斯达克重要指标及个股讯息 透过美股定期低延交应 还能以成交金额0.3%计算 减轻投资人对于手续费的压力 针对自己的一个券商的客户的话 能够给优惠 这些股民来讲是最好的好处 如果我要台币外币通用的话 那前面手续费应该是最主要的吧 元大证券走在最前端 让投资人不受地域限制 就能掌握即时资讯 东森台新闻综合报导 请停止